中国历史上的五代十国 是为唐朝晚期藩镇格局局面的延续 格局一方的藩镇 有些自立为帝 有些奉五代为宗主国 天资国 便是在此生态下 奉后唐为宗主国而存活的一个小国 其皇帝孙前帝奉忠平 年轻时历经图旨 一世间也将天资国治理得有身有私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皇帝圣诏 宗贵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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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乌宜困承 天命所归 宗贵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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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秦桧 送座 秦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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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李儿 封后大典乃国之喜事 岂容你胡闹 快退下 父皇 儿臣只是前来贺喜 并无他意 你 儿臣还带来了母后生前的衣冠 也让她来看看今日的盛况 这сли 麟儿年少弃盛 请皇上息怒 麟儿 你对母后的一片孝心 本宫自然明白 你还是先退下吧 母后 我只有一个母后 他先世未满一年 举国还为之服脏 父皇就如此急切地册立心后 父皇 你就不怕群臣和天下人耻笑吗 放肆 皇上 大皇子年幼 又出逢母丧 一时私母成痴 情有可原 请皇上息怒 大皇子 殿堂之上不可任行妄为 老臣恳请大皇子先行回避 太父 我与母后前来共襄圣殿 怎能回避 不知轻重 太父如此苦劝 你还执迷不悟 国法昭昭 岂容你互来 两人呢 立刻将大皇子进足广复宫 遵旨 大皇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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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只有我了 你也认为绝对顺人 太父 是意义 这个 它将来是和不提 整个的 这 medidas 我提供你 即使 是 神亦 就算是为了女儿 我也要把大皇子扶上皇位 大皇子 大皇子 切莫为已经过去的事情伤怀不疑 大皇子应该振作精神 筹谋补救之策呀 补救之策 大皇子 校会先后生前阴阴嘱托末将 让末将一定要将大皇子 扶上太子之位 娘娘 奉体为和 看王娘娘安心调养啊 本宫恐怕 来日无多 杜将军 本宫别无他求 只盼着灵儿 能够平安地长大 好 好 好 本宫 如果有个万一 杜将军 你能否保护灵儿 平安周全 请娘娘放心 末将定当全力保护大皇子 杜将军 用言这句话 我便放心了 大皇子 大皇子 你母后生前最放心不下的人就是你啊 她希望你能成为皇宫的主人 这样才能免去奸人的陷害 只有这样才能不负 校会先后的期望啊 可是 父皇不是已经准备立奉寻为太子了吗 大皇子 只要他一天不登基 大皇子 就有机会 以末将来看 大皇子 应该接受皇上的安排 远去北疆 韬光养晦 积蓄实力啊 大皇子 末将已为大皇子 寻得了两个绝世高手 为大皇子传授武功兵法 末将在北疆也已经为大皇子安排妥当 确保大皇子的安全 末将留在京城 尽量取得孙皇后的信任 以便相助大皇子 将军也要小心 大皇子 校会先后生前还有一个交代 大皇子 希望大皇子将来 能够娶小女私语为妻 好 既是母后一命 凤铃定当遵从 母后 一定会回来的 一定会回来的 母后一命 天下 凤铃定当遵从 凤铃定当遵从 李老大后 靡快 李老大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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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能留着呢 陪我多喝几杯 进去 你多喝点 多喝点啊 进来 进来 多一点 出去 打开 这个不争气的逆子真是可恶 弹劾凤林榴莲青楼浪费公堂的奏折数不胜数 朕还没有惩处他 他竟然还敢来要求增加军饷 但他不想死 他还要求增加军饷 这只能有数兵 这只能放在大战上 这是两个大战 说军饷不够 怕是全被他撒在青楼厨馆里了 林儿变成今日这样 想来也是小小年纪 就孤身远赴北疆 无人引导劝谏所致 早知如此 臣妾当年应该反对杜将军的提议 那是他自己不争气 能怨谁 既然皇上忧心 跟玲儿挪用军饷 臣妾倒是有一个提议 不如将内东关的军饷 交由杜将军监督长里 多个人把关 玲儿自当有所警惕 也好 再次攻击 我计判了 你眼睛有限 看我身体现在也有限 你是在аний Rogan 你明白吗 我以为你去好 先回来 我先走 你不得带你 你不得带你 我别拉我 你不得带我 师父说得是 王爷与我们同时习武 尽情最快 已是我的望尘莫及的了 自欺 两位师父 受杜将军所托来教我武功 自当对我严格要求 王爷能明白我和师妹的苦心 也不枉我们多年的尽心竭力 铃儿的武功已经很好 师父 铃儿定当 更加努力 自欺为好 继续跟我们一起 是 皇爷 铃儿她白天驻守边关 夜里又潜意练武 她比谁都刻苦 这样下去 真怕她身体是不消枉的 持得苦中苦 方为人上人 小师妹 欺武妇人之人 来到后边排队啊 排队排队啊 都有份儿 都有份儿 排队 后边排队去 别急啊 都有份儿 没急没急 排队排队啊 立刻来啊 排队排队 都有都有啊 好了 不要急啊 大家都有份儿 排队啊 一会儿一会儿都凉 排好队啊 一边排队是 说你呢 排队 快快 快点好了排好队排好队啊 好下一个 下一个 快点 拿着拿着 下一个下一个快点 快 让他们都回去吧 是 乡亲们 今天馒头都发完了 你们回去吧 明天再来 散了吧散了吧 散了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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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官爷 我都三天没吃饭了 你醒醒好 给我点吃的吧 快快快 老奶奶 你没事吧 你干嘛打人哪 你怎么打人哪 咱头都发完了 没了 还有这么多 你为什么不发 算什么东西 都在了 都发完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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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微臣叩见太子殿下 千岁千岁千千岁 是 湘公公 去把没有发完的馒头拿出去 继续发放赈灾 是 大胆献令 朝廷命你发粮赈灾 日发五百 你竟然日发三百 可寇赈灾享赢 中保私囊 你这样不须民苦 贪赃枉法 简直最大恶极 是 众亚义 使朝廷奉禄 仍为虎作伤 欺压难民 天理难容 湘公公 将他们押入大牢 待刑部定罪 再做处分 好好好啊 宣儿办事 果然越发臣 调装难民 深入民间 实地探查 揪出贪官污吏 为民除害 雪儿 您能苦民所苦 朕甚欣慰啊 谢父王夸赞 皇上 您没能亲眼看到殿下 当时多么英明睿智 难民后来都向殿下欢呼道谢 殿下深得民心哪 相公 皇上 你可兵 好的 你可兵 和你 你们不赶歇会 你不赶歇会 那是 这次是 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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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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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茜茜茜 杨茜茜 杨茜茜茜 杨茜茜茜茜 杨茜茜茜茜 杜大人 我今日到你府上 是替娘娘给你带个话 请国舅大人示下 娘娘说了 希望杜将军 对于梁王所需的军饷 不要严控 不要限制用杜 他想怎么话 你就怎么攻击他 末将军 末将对梁王的所求定会极力达成 这也是娘娘作为慈母 对儿子的一番心意嘛 我们都知道 这梁王喜欢花天酒地 咱们可别委屈了他 明白 末将明白 灵芪 酒啊 有什么 没有什么 见过孙大人 杜夫人真是教女有方啊 思雨不仅容貌出众 而且才艺双全呢 难怪皇后娘娘 有意要选思雨为太子妃啊 承蒙娘娘不弃 末将深感荣幸 杜将军 不必如此客气 这么多年来 娘娘早已经把你视为心腹了 如果这次能缔结殷亲 那岂不是更好了 我可等着喝这杯喜酒了 八年了 我终于可以回京了 等王即日就动身 此时的训练就拜托二位师傅了 王爷放心 我们定会照顾托荡 仔细运遂 你们继续管理春花楼 一定要确保二位师傅用动不力 属下定当尽责 请王爷放心 卫豪 你随我一同进京 是华林 莫林 此行风云莫测 你一定要多加小心 我会的 不贴声 �옾 老爷 赢 那么快 可能是 走 老爷 如果觉得娇娇无趣 就去书房练字吧 这俩孩子不在身边 没人惹我生气 这俩子不在身边 我倒觉得岁月空天百无聊赖了 也不知道他们在杜白山过得怎么样了 爹 娘 你瞧 我想儿女想的 怎么好像听见他们的声音呢 爹 真是你们的 爹 把东西放下 娘 爹 我们学业有成 师父准许我们下山了 好 是我学业有成 顺道带着下山 他是沾了我的光 谁沾了我的光 别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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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快累死我了 走开 叫我抱抱娘 我好想你啊 爹 怎么样 挺好的 很健康 不错 真好 回来就好 来 香兰 夫人 这丫头进府不久 挺聪明伶俐的 以后啊 就让她跟着你吧 来 香兰见过小姐 香兰是吧 以后你就跟着我好了 不过呢 你要听我的话 有些人的话 着情处理就好了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末将参见王爷 将军无须多礼 王爷 多年未见 你出落得如此风神俊朗 末将实在替孝会先后感到欣慰 八年了 凤林幸得将军的提点 处处安排周响 才能得以安然 将军在京中这么多年 还得忍辱取信于孙皇后 着实委屈将军了 王爷严重了 末将为了孝会先后 也会竭尽全力相助王爷 王爷 王爷昔日故作放荡 也是为了消弭孙皇后的戒心 不知此次进京可有什么想法 以往我已让父皇备敢释放 眼下回京 首先要改变父皇对我的看法 争取能够让我留在京城 这样我才能够死机而动 王爷 获得皇上的青睐固然重要 但是王爷还是要收敛锋芒 尽放孙皇后杀心灾起 将军提醒的是本王紧急 将军 思雨大哥好吗 小女一切安好 只是日夜盼着王爷早日回京啊 皇上 梁王晋见 儿臣叩见父皇 叩见母后 听谁 谢父皇 好 我 我 我 不得了 是 你 你不得了 你不得了 我 外表只是虚项 贵在实力真才 丽儿 你身为皇子 又身居边疆要职 言行举止 理当有为有守 莫让流言四己传入京城啊 父皇 儿臣正要为此事 向父皇请罪 父皇 儿臣之前助手边关 所以磕锦指手 但私相勤气仍觉孤单 所以免不了浪迹风月 导致众口功法 害父皇为儿臣担心了 儿臣恳请父皇宽恕儿臣 这 父皇 儿臣回京途中 看到国家樊盛 百姓安居 这全是父皇 您勤勉执政的成果 儿臣 儿臣身为皇子 却不能陪伴父皇左右 替父皇分忧 替百姓谋服 儿臣心里 真是深感愧疚 父皇 儿臣向父皇保证 从今往后 一定痛改前妃 绝不会让父皇再敢失望 好 好啊 人非圣贤 孰能无过 我 你也无所谓说 是 你可不认为 是 大人的 还不认为 你 才不认为 是 你 他 是 幸福黄淳爱 好 好啊 这凤云谈吐有志 举止得体 并不像密报中所说的 那么荒唐不堪 娘娘 这些年 我们派了那么多的探子 监视着他 所得消息 不尽然全是流言 臣以为他今天的表现 无非是 想获得皇上的好感 以便流金 不过是隐藏本性 讨好皇上罢了 不论真相如何 本宫都不能让他再经常就留 免得养虎为患 是 不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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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月鹊 见到你实在太开心了 对了 月征 她也回来了吧 当然了 走 带你找她去 好 月征 月征 小姐呢 小姐在浇花呢 走 走 月征 月征 你看谁来了 月征 殿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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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完蛋了 水泼太子 那可是死罪啊 是个太子 没事 对不起啊 我不是要泼你 我是要泼他的 对不起啊 不是不易的 没关系 没关系 你不要紧 你是 凤徐 月征 八年不见 你比小时候还漂亮 凤徐 你可真敢夸他啊 就 就这 一天到晚风风电电的样子 还总吹自己举世无双的 对不起啊 没事的 确实是举世无双的 请殿下赶紧回宫更衣 这万一染了风寒 小人可耽耽不 闭嘴 对啊 你赶紧回宫换衣服吧 知道 没关系 越振越缺 我皇兄也从北京回来了 改天一起到宫里聚去 凤梨回来了 是啊 好啊好啊 改天我们一起去 好啊 一起去 小姐 小姐 王爷来了 凤梨 思雨 让所有的遇见 去还 换此生与你的肩并肩 时光遥遥我的脸 快乐不会再孤单 说好的并肩 不会搁浅 你还好吗 岁月在你的脸 都好 只是日夜 挂念着你的安慰 你不是一人在北江 无人找我 我常常会担心 你是否吃得好 谁能想 你心 我很好 你不用担心 你不用受苦 风铃 这些年 都是凭着你的属性 我才能支撑过人 若不是你的功力 我爸早就没有倒置了 只要有我在你身边 幸福洋溢在心间 你知道吗 有好几次 我都想不过一切地去找你 可是又怕因此 而连累了你 你不知道我多想你 我们不会再受着相思之苦 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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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